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从夺冠的舞台上下来 大家现在感受如何 得了冠军是会很开心的 大家也不用演示自己的开心了 我们在群里从来都没有讨论过 会不会得冠军 我们在群里讨论的东西甚至与舞蹈无关 我觉得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足够做自己 我们足够自信 那个追光打到我们头上就已经有能量了 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是我们的高光时刻了 我也是觉得就是我们队的高光时刻就是我觉得 哎呀我说不来 别哭别哭 我们所有的起舞只要我们在一起了 起都是理由 在这种完美合作之下 还想来第三季吗 哈哈哈 请大家以厂牌的名字向优酷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三二一 等一下我来 你不要三二一我要上 我来上 搞错了 再来 有口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成为昆蜜 9452 刚从夺冠的舞台上下来大家现在感受如何 嗯就是还还可以哈哈哈 可以 低调了低调了低调了就是 对确实是肯定得了冠军是会很开心的 也大家也不用演示自己的开心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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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式比赛之前 有预测下自己夺冠的几率吗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我们在群里从来都没有讨论过 会不会得冠军 我们在群里讨论的东西甚至与舞蹈无关 哈哈哈哈 就是讲了几天的冷笑话 自打我的这个脚受伤之后 这个群里面 停止了关于舞蹈的一切话题 所以我们真的没有讨论过就是 胜算有多少会不会拿冠军 其实就是 因为也是他们最后一个舞台了嘛 然后就他们自己也会尽全力的 夺冠之后大家复盘一下 觉得自己能够最终赢得冠军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那我们一个个来吧 我们决胜的一个 最关键的因素 太晚了 太晚了不行了 我又到一机了 对就是每次遇到这个点 我说话就是舌头就是打结 所以有问题是啥 对不起 决胜的关键原因觉得我们 我觉得 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足够做自己 我们足够自信 我们希望我们拿捏住这个舞台 并且我们这样做了 你们怎样觉得呢 自信 超级自信 其实看起来很自信 还是真的很自信 就是真的自信 我再说他们 不是我们 我们的观后感 自信 有点当局者迷的感觉 有点搞不清楚状况 但是 下来之后到处找人 对 我自己本人感受也是 我在舞台上跳的时候 真的什么感受都没有 但是坐在下面看他们的时候 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感触 相比起者迷的感觉 对 第二则什么感受 我觉得除了大家 觉得我们一些炸的点 什么人在上面 人在下面那种旋转 或什么道具用的很好之外 我觉得我们其实上去 从我们加油开始 我们的情绪就已经顶上来了 所以才会有一直铺垫到后面 然后到最后 当我喊出Apple的名字的时候 很多人都泪崩了 我都震惊了 他没有跟我说过 对 我差点叫杨琪 可能效果会不一样 对 说得对 那回想刚才比赛全程 觉得自己最高光的场面是什么 我的最高光 开始 前三个八盆 前三个八盆 那不就我那个抖头吗 抖了三个八盆 我都快晕了 很难很难 还有嘴巴 我做不到 很难 还有嘴巴 对 还有那个抖的瓜 我觉得就是 我一定要把嘴巴张大 我当时想的是 一定要让大家看见 因为可能前拍的人 万一看不见怎么办 那不就 我第一个 那不就 没有高光了吗 我觉得我先说 我个人认为 我们对最高光的时刻 我感觉是 就是往前走的那四步 对 对 我觉得 嗯 嗯 对 你说一几位吗 不是中间那个 中间那个 中间那个 虽然我是站在其中之一 但是我能感受到大家的气场 对 我们是一起 是感觉后面有人在推着我们往前走的感觉 其实我们台上还有一个人 对 我们台上还有一个人 这个 哎 也马上 对 我们台上一直有个人的存在 就大家都看不见 但是他是在 我们的心理 就是我们的张建豪老师 起到这儿 我们这个爪子 其实是他的头 对 后期比一下 后期比一下 老师 我觉得我们队最高光的时刻就是 在我们喊完加油之后 站上台那一刻 那个追光打到我们头上 就已经有能量了 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是我们的高光时刻了 而且我们队友非常非常多的punch来 就是从 从那个apple被一下吊起来开始 然后还有我们四盲 在高空往后倒的时候 还有我们那些男生 美如的那个空翻 还有男生在往上爬 以及最后 以及最后就是徐姐和apple上下这个 还有翻的颠倒这个 就是我们非常多的点 我们下期待 再见